开封有个包青天 铁面无丝便中间 江湖好汉来相助 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上个世纪90年代 电视剧包青天横空出世 很快便火遍两岸三地 观众们看得热血沸腾 看几次也不过瘾 熟悉的旋律 熟悉的歌词 黑脸月牙的包整 一袭红衣的展昭形象 估计看过的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说起我国古代的清官 大家一定会提起包整 海瑞 于成龙等人 尤其是其中的包整 官拜宋朝开封府府尹 铁面无私 不畏强权 一生都致力于平西普天下的冤屈甲案 铲除奸邪 真正为百姓做实事 包大人一个人不可能干成这么多大事 一个好汉三个邦 他有众多得力干家 如他的四个贴身护卫 王朝 马汉 张龙 赵虎 三峡 北峡欧阳春 南峡展昭 双峡丁兆兰 丁兆会 武艺 钻天署卢芳 彻地署韩章 川山署徐庆 藩江署蒋平 锦毛署白玉堂 还有七杰小武艺等 在这么多得力干将中 包整包大人最气重的是南峡展昭展雄飞 展昭和包整两人相识于包整进京赶考途中 第一次见面时 展昭二十岁左右 两人一起喝酒 互通明信 聊得非常投机 两人一文一武 配合得非常好 严重打击了朝廷中贪赃枉法的奸臣们 就连庞太师也不得不加起尾巴乖乖站在一边 包整和展昭两人之间的关系 如同狄仁杰和李元芳两人之间的关系 交不离梦 包整当了开封府引后 自然也没忘记展昭 他向皇帝举荐展昭 展昭当场展示武艺 得到皇帝的连声夸赞 并当场封其为玉猫 玉前四品带刀护卫 在开封府供职 然而 被宋仁宗夸赞的展昭却在包整病逝后 他也跟着消失了 从世人眼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民间相关传说 包整在临终前 弥留之际 他对陪伴在床前的老伙计展昭说道 待我死 耳速速离去 离开开封 切记莫让他人知晓 你的任何消息 包整对展昭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临终前为何要劝说展昭在其死后要离开开封 而且叮嘱千万别让其他人知道呢 包整这样劝说展昭 他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官场险恶 展昭跟随包整办差 得罪了不少达官显贵 能在没有硝烟的官场上站稳脚跟 成为一品大员 成为达官显贵 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他们每一个都是人精 都是老狐狸 包整深知这一点 他一生中办理了许多案子 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这些达官显贵做梦都想除掉包整和包整的左膀右臂展昭 粗略估计 被包整展的达官显贵有新科状元兼驸马陈世美 太师庞吉之子庞玉 靖山赵王府小王爷赵秋堂 庞迪 郭怀 文若瑜 文人 文艺 江文海等等 这些达官显贵们大都有亲戚 这些人一定会处心积虑报复包整和展昭等人 在包整活着时 他可以护着展昭 使其不会遭受来自朝堂之上的陷害 然而 如果包整去世 展昭严格来说是一个江湖人士 他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很难抵挡住那些处心积虑想要害他们的达官显贵 第二个原因 包整深知展昭无异于官场 展昭在开封府任职完全是因为他包整 江湖人士大多自由闲散惯了 不习惯有人约束 如双侠中的丁兆兰 丁兆会在开封府当差几年后 终究不太习惯官场生活 后辞官回到了松江府墨花村 归隐山林 再如后来的白眉大侠徐良 也辞官回家重回江湖 成为武当派派主 展昭也不例外 他本质上也是一个江湖游侠 只适合包整一见如故 才投身到官府之中 为朝廷效力 如果哪一天包整没了 那么玉猫展昭也没存在的必要了 结语包整去世后 展昭也跟随消失 没人知晓其踪迹 我们看看包整临终前 对展昭说了啥就知道了 包整深知官场险恶 于是劝说展昭速速离开开封 隐居山林才能保全展昭 你们认为呢 关注我 了解更多中国历史文化 我们认为 如果您有留意的